在美国普遍就是你买食物的价格也贵了 反正我们到超市去买东西的话 以前100刀你可以买推车买好大一车的东西 现在每次没有100刀能解决的购物 鸡蛋在美国以前便宜的时候 甚至于会有9毛9一打 一打就12个 会有这种价格 但是在物价最贵的应该是去年 就是23年年初22年年底的那环 曾经鸡蛋在美国鸡蛋荒 一度要到了大概六七块钱一打美元 这个涨价厉害了 翻了好几倍 现在价格有所回落了 也要几块钱吗 也要好几块 这个是我不太喜欢的 就是在美国他有的时候有些莫名其妙的做法 比如说他鸡要有鸡权 人有人权鸡有鸡权 说那个鸡你不能让他就在狭小的笼子里面生蛋 你得给他鸡的权利 所以那个笼子要宽敞 要有地方走 然后这样的话 你不养鸡的人不成本高了吗 成本高最后就转嫁到鸡蛋上 这样鸡蛋的价格就上涨了 这样鸡蛋价格上涨了呀 是这个原因 对呀 因为你鸡要有鸡权 那这样说来猪肉羊肉牛肉都要有权利 是啊 这是我觉得莫名其妙的 我只要吃个鸡蛋 我并不要它的鸡权 对我要给鸡权买单 然后这个单买的莫名其妙 我觉得确实我们不应该虐待动物 但是这个事情我是看不懂 在美国原先有个很著名的店 是连锁店叫做Dollar Tree 就是一美元店 它店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美元 在去年还是前年 这个一美元店变成了1.25美元 这个廉价店就涨了25% 那什么概念 这样说起来就多了 对你要看占比 这1美元在里面原来能买到什么 1美元能买到什么对吧 比如说你原来可以买到一打鸡蛋 你可以在里面买到一个哈根达斯 冰激凌 真的 对 我买过 我们现在也有时也会去 比如说买一些卡片 贺卡 老美到现在还保留着写贺卡的 这种传统 中国已经没有写贺卡了 但老美还有油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小朋友过生日 我们要给人送礼 我们会买纸袋 那种纸袋 漂亮的纸袋 就1美元 现在1.25美元 但这些东西 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 现在那边 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很多了 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尤其是纺织品 衣服 纺织品 大量减少 你在美国每个人都要开车 这个逃不掉 2014年 当时去美国的时候 加州总体在美国油价是贵的 但是我也碰到过两块多钱的油价 但现在再也不会有两块多钱的油价 至少翻一倍吧 最高的时候有到六七块 它叫一加轮三点几升 现在的价格大概四块多钱美元 那这样的话是一块多一升 差不多 那之前一加轮才两块多 就是还有是利率高了 现在利率很高 储蓄利率高 买房利率高 贷款利率高 利率高应该是从23年开始的 就是供房贷要多付出钱了 对的 就是曾经有大概两个点三个点 那现在贷款利率有的时候要到七个点左右 这么厉害 是的 对上涨了很多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慢慢有点下来 但是总体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高位 所以呢 现在你知道说像我是全款买房的 我全款买了车了 我没有贷款 但是大部分的老美 他买房或者买车 他是贷款的 他是分期付款的 那意味着说他的月供会需要提升很多 而且老美他是靠家里的现金流 就我挣了钱我每个月需要付掉这些钱 他都要付掉的 就没有存钱 对他 他也不是没有存钱 他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中国会说啊 就是美国人家里没有储蓄 确实很多老美你让他拿出一千美元 他可能拿不出来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钱 就是第一他的消费力特别强 他消费掉了 他他买的东西可能是你不会买的东西 或者他用比如说他用的电是你不会那样去用的 第二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叫就是正常工作人有一个叫401K 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这个就退休金的储蓄 他是把那个钱投到那里去了 他退休的时候他有退休金 不是一次新争取就每个月他有退休 每个月发 对 就像我们这里退休金一样 整体来说在美国现在生活的话 你要付出的生活成本就上涨了 生活成本上涨了 就但是可能收入也会上涨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收入上涨生活成本上涨就就抵消了 平衡一下 对 那还好 对 但是如果你你没有工作 那么你的压力是挺大的 但如果经济好 大家容易找到工作 那不是个问题 但如果经济不好 你的月供你还不上 那房子就会被收掉 那你面临的就是无家可归